大家好,我是钟表将飞秒 今天呢,收到两位粉丝分别技术的两块美度剁手系列 左边呢,这个是新款的,右边呢,这个是老款的 没想到呢,大家现在的经济条件都这么好了 高中生都可以佩戴美度了 想当初呢,我还在佩戴卡西欧呢 美度作为三类表 凭借着结实耐用,深受广大白领的喜爱 这款美度呢,虽然防水是10帕,100米 但是呢,如果不规范佩戴,还是会导致进水的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机芯 首先登场的是美度的老款,剁手 这个盘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都让人家混合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就略过略过这个表盘嘛 直接说机芯吧 机芯 依然采用的是 ETA的2836机芯 这款机芯的特点是走势稳定 只要经过大师的调效 轻松可以 过天文台认证 这是一个微调的螺丝 条快慢的 它的正平是28,800 走势的话更为精准 它的自动坨 采用的是雕刻工艺 再加上油墨 这样呢,使之特别的亮丽 嗯,经久不摔 时间长了 它也不容易退手 其他部位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它这款机芯的升级化 接下来说一说美度的这个新款 新款剁手 我们来怎样来辨别呢 它的针尾呢 像这个指针 中轴这个特别的圆乱 把它的针尖 有进行一个圆角处理 它的纷针 也有一个圆角的处理 包括它这个时针 做的都比较好 甲表的话是做不到这样的效果 这款的话还属于比较低调 在这个部位 嗯,没有像天说一样 写一个80小时的动力储备 表盘的话 还有12个夜观点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来说说它的机芯 这款呢 机芯型号为C07621 其实这款机芯虽然是升级款的 但是它这款机芯的上一代的话 有一个型号是C07.111 这款的话 它的群重部位属于金属的 而上一代的机芯C07.111 它的群重部位是有两个 塑料部件 这款机芯特点呢 在它的 这个大甘轮 它的这个螺丝 是要比2836螺丝要小上一圈的 这款的动力储备虽然提升到 80个小时 但是呢 它的走时也是相当的稳定 那怎样来辨别这款机芯呢 啊 像它这个机芯是跟2836是不一样的 2836这个地方有一个微调螺丝 而这款的话是没有一位条螺丝 怎样来调节它的快慢呢 其实它的秘密就在百轮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 在百轮上有两颗调节快慢的砝码 这里有一颗 还有一颗在这一边 其实呢 在这款c07.621这款机芯之上 其实还有一款升级款 这个孔洞呢 就是越来越流的 越流一个标识 是有一个s的一个标识 由于只要有这个s的标识 说明它这款机芯的话 是一个硅有式 而这款的话 它明显是没有配备这个硅有式 虽然同为 毛胚机芯 但是呢 它的走势是依然稳定的 这款机芯 非描个人感觉 它有一些偷工紧料的部分 比如说像这个部位 这个logo logo本身就是一个吃饭的家伙 它居然只有油墨 并没有上一代老款机芯的刻印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油墨 左边为美度的新款度手 它的机芯型号是c07.621 它的行动部位是金属的 做了一个升级 然后呢动力储备是80个小时 而右边这个为老款的舵手 它的机芯型号是et2836 它的动力储备只有42个小时 作为这两款手表 粉丝朋友们会选择哪一款呢 作为修表师傅 其实我还是建议买这个新款的 因为毕竟买新不买旧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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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观看